P当中来看一下蓝色方的J-Team对阵红色方的Noah 优秘清高颖已经被J-T给搬掉了 Noah这边是赶紧针对一下 这个拉克斯 而且他J-Team的一个拉克斯杰斯的组合胜率还是100% 而且他们的拉克斯是真的准 对,Berry拉克斯是有说法的 包括一个支援能力 都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加班一手鳄鱼 鳄鱼 最后一个班位,看一下给谁 这版本算是百花齐放吧,我感觉 主要还是传统野荷没了之后 更多的打野英雄能够出现 围绕打野能够选更多的 其他很多需要carry的英雄 在没有了打野压力之下 变得慢慢的能够出现在我们赛场上了 是的,Noah最后一班是搬掉了盖伦 而J-Team这手我觉得他们是一个不投铁的选择 因为他们第一场比赛开出了Syna 他们的优先选择权是给Syna 但这一场比赛他们是选择把卡尔玛抬高优先起 这个交换我觉得是J-Team的一个改变 他的一个胜率也是卡尔玛一直在赛场上面 和RUNK当中其实不太一样 RUNK当中可能大家选了之后更多的是打辅助 多一些 但是在比赛当中 他是一直维持一个50左右的胜率 没有说过高 但他优先级从来没有被影响过 是的 Noah红色方先选择一个Syna 还要亮贾克斯吗 这贾克斯虽然是我们单路的一个非常厉害的霸主 但是Noah在后续的车轮战当中 前面的车轮战当中 是选择过强行打野贾克斯的 但那一场比赛 真的是单靠贾克斯一个人挽救了团队 没事可以给一折了 而且RUNK不是刚刚拿了MVP吗 这一手拿Syna稍微往后期去保一保是OK的 反正这两个英雄都是走后期的 但是现在既然这两个英雄走后期 你前面就要想一想了 因为对面卡尔玛 圣 龙女 都是中期发力非常强的英雄 对得要顶住 还要依旧选择卡萨丁吗 念的卡萨丁虽然很猛 但是整体的阵容曲线未免有点太往后拖 我中期就通过个人能力和放资源换资源来尝试 来看一下我们到双方的一个二轮班了 二轮班Nova选择想要先针对一个卢西安 因为J team这个阵容 发力期一定是在五级之后 他们所有的英雄都是比较吃大招的 所以就要对线的时候得有英雄能够顶住 而且整体的输出有点软 前三手有点软 他需要一个能够持续打伤害 而且是那种爆发伤害的英雄 是 他们有点缺爆发 那杰也被扳掉了 这两个都是能瞬间打出一波伤害的 接下来中路的英雄其实还剩一个像 阿卡丽 我觉得这个英雄可以去弥补这个爆发的空缺 但他要看J team的版本选 但是他拿阿卡丽的话 整个阵容也太偏AP了 对 因为龙女其实他能够打的持续性 混伤 他是混伤 嗯 就要看他们的一个选择要不要感觉 可能物理输出会有一点缺乏 这样来看的话 J team 二轮的两个半位都是给到了三大两个好搭档 给你一个控制比较软的狗头 狗头可以拿呀 对 而且狗头这英雄啊 中期还挺厉害的 他这个首先自己坦度比较够 然后又有那个心灵力炎的减buff 那个减防御的buff 以及枯萎 是的 来看一下JT继续补什么呢 莫甘娜 难道是双AP走下吗 这个莫甘娜配卡尔玛的思路 还是倒是第一次见啊 因为这种比较少 我觉得难 很难 很难啊 他如果拿莫甘娜的话 感觉有可能是双C 这两个 对 我觉得拿这个色体还是比较合适的 色体 色体辅助嘛 正好补上两手 AD伤害 对 亚索和猴子 猴子应该选不了 因为已经有龙女了 想亮亚索了 潘中单的亚索 但是这把能配合亚索的有点少 念念不忘的是这个莫甘娜 但是莫甘娜加色体是OK的 然后中单摆一手卡尔玛 中单摆卡尔玛 对 他这个阵容看起来团战能力是很强的 但总是缺点那种持续伤害 而且你刚刚所提到 NOVA这个阵容需要有一个英雄来顶住中期 这不来了吗 他的压力好大呀 这阿龙就是队内里面要顶住这个最大压力的人了 阿龙说这把前期我唯一的一个伙伴就是狗头 嗯 其他人可能前期都给不了什么帮助 是的 其他人就是来打团 战战位置 嗯 给你们上到收割的一个机会 而且上一把比赛 阿龙那个奥拉夫发挥确实很亮眼 通过一个偷大龙的一个决策 带领着队伍取得了胜利 而今天在面对J team的时候 J team整个阵容很偏中期 他们后期会面临到一个伤害不够的一个问题 前期可能伤害也不是特别高 他们阵容基本上就是把野区资源全部控完 等到中期的时候我跟你去打资源团 你可能大概率是打不过我的 是 我觉得他们这一把要考虑动龙小龙 因为小龙加了一个buff 尤其火龙嘛 才能够帮他们累积更多的一个优势 而且资源团一旦打赢了的话 到13分钟之后牵扯到大龙 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去推进 是的 这一套运营如果能够就像顺理成章能运营出来 那确实挺猛 但是要看Noah给不给这个机会了 因为他们这把毕竟选到了一个奥拉夫 所以前期如果真的有机会围绕着奥拉夫这个点去打的话 就看一看能不能打点优势吧 就仅靠打野这个点打点优势 毕竟对面是个龙女吧 龙女前期也没啥大用 是 龙女前面 尤其是5级之前 对 就是龙女辅助有点多 你看从肾 对吧 剩我直接卧下来 然后再加上卡尔玛 典型的四宝一 真四宝一 就是四宝一星斗 我觉得这也是星斗在加入到J team之后的一个改变吧 就整个队伍会围绕着星斗做更多的一些尝试 虽然说现在的版本并不是那种野河横行霸道的版本 不过龙女确实独树一致 能刷能打 但是下线很低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没有经济的累积就很没用 就变成了一个虚假的强者 龙女比如说你经济不好的话 好了就是三星怒一龙 真的是 对 要扑上去的话其实就没什么用了 如果发育不好的话 所以野区资源 这一把就是J team的重中之重 来看一下Nova怎么样阻断对方前期的进攻步伐 是 来到召唤师侠国 我们今天的第四场对决 Nova这前面打线其实挺难受的呀 这J team双C这个艾黎 对线其实能给很大的压力 这把第一条小龙刷的是个土龙 增加点坦度 那这个龙其实对于JT来讲他就没有那么好 因为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实际性的伤害 他们也不太缺全排对吧 都挺肉了 哎呦下路这个换血 而且这一局第一条小龙 JT还真的是可以让的 就他们 他们第一个先锋必拿 这样才能滚前接的雪球 所以Nova可以去考虑一下 有没有 就是能操作的点 让你必须跟我兑换的情况下之下 是Nova拿先锋 对面拿小龙 打一个心理战了 现在就是 你以为我可能会去拿这个 但是我直接转手 前期的双人龙换血非常频繁 但是对于JT来讲的话 不是特别能接受 因为DI现在血量已经比较残了 来看看 我们给到的一泽 战术横扫 横扫一切障碍 在艾杯中首次使用青钢影 并在WL1和Icons中 使用青钢影 战无不胜 久力无穷 而且他垃圾化的那一九 也确实帅 嘲讽给到 也开了个见证 但一泽有个反击步骤 并不害怕 好 继续来看一下 现在已经过来帮忙了 一边辅助来帮 一边射手来帮 都是那种团队里面不吃经济的哥们 但卡萨丁确实前期要帮一下的 尤其卡萨丁这个英雄 在前期兵线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他的一技能CD是比较长的 所以你想靠一技能 一直去吃到有点困难 交闪现来躲 安置禁锢 那这一波对于JT来讲 其实逼出狗头的闪现也算OK了 是刚刚也是用黑盾避免你挂一个酷尾 我追不上吧 直接黑盾挂自己身上 而且是不让你是冰的一个打法 后面龙女也在 星斗士到五级了 只不过阿龙也在侧翼虎视眈眈 这一波要逼大招了 Barry也开了一个黑盾 但是这波大招开完了之后 只能去P个河蟹呀 感觉第一个大招的有点草率 但是也还好 现在时间比较早 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做 等到资源团的时候CD已经赚好了 是的 我觉得就看JT接下来 就阿拉布没大的时候 有没有兴趣去也去逼一波 这个实际要抓得很准才可以 现在是河道迅结蟹的一个争夺 我觉得这一波阿龙不能再拼了 这个拼不了自己没大招 没大招过一半 虽然他就是 对于蓝色方来讲JT的控制也不多 但还是挣不了 挣不了挣不了 打的还是比较平稳的前面 好 双人路现在也往人家走了 回去补一下状态 但是这一波出来了之后 他们是应该想要转线的 因为赛大已经往单人路走了 甲克斯也在逼剩的血量 这里应该是给你一种假象 但是甲克斯的血量 好像看起来还挺高的 一会儿可以看一看 看看单人路现在的走向 赛大已经躲到草里了 红的小地图可以看到 现在阿龙也是刷了自己的蓝 卡萨丁第一件时光也摸了出来 过来帮推一手 赛大还在游走 这把JT提节奏的话 他直接把色提放养 这样逼着 能把必须得派一个人 一直在中路附近游走 对 因为比较担心 色提利用自己的无解的开团能力 直接把卡萨丁给开了 万一开了的话就断节奏了 但是现在其实倒计是一分钟了 就是到了国异的时间了 看谁拿先锋 这把就是谁拿先锋谁赚 因为先锋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经济领先 再换上为一个装备 这个优势就很大了 一边弱势的后期阵容 一边强势的中期阵容 都想通过先锋来提节奏 还有35秒的时间 卡丁现在在双人落 下路的卡萨丁在有大招之后 也不太害怕 针对自己也比较灵活 反倒重点还是看一下 中路献拳的一个归属 伊泽反击风暴没有晕到 反手再来砍三刀 当18的换戏好赚啊 这个被动已经全敲出来了 但是旁边有个龙 这一波应该是想钓鱼的 但是没钓到 对于诺瓦来讲的话 稍微有点可惜 宗师之威已经开出来了 所以现在贾克斯面临的是 如果等一下要打团的话 他是没大的 所以感觉诺瓦有可能不敢打这个先锋 他肯定要选择去换了 但是也都看到了 不过往好的方面想 贾克斯这英雄前几打分 本来就没啥意思 是的 这波要打 还是想竞争 但是这个先锋掉血掉的有点快呀 只剩两千多血了 而且亚米的位置有点差 亚米只能交出一个闪现 先锋已经拿了下来 一则跳了下来 但是发现 队友好像都走了 只能要交闪了 先开一个反击风暴 不慌不忙的再往后撤 队友接一接 那这一波 JT其实就挺赚的 达到了自己最想要的嘛 又过来强背 背道是一个念 而且也拉到了 这波DY还是有个蓄域轰拳的 只不过自己可能带好走 被留住了 不过有一个慈悲动魂落 这慈悲动魂落 过来来了之后 想留人直接断斩 吵到了两个 一则闲来好敌 再砍一刀 只不过心斗的一土 没有土到 而在混战之中 阿龙是偷掉了一个小龙 这就是传终的极限拉扯 真的顶级拉扯 两边围绕这个先锋 拉扯了半天 还是没有爆发人头 你以为色体要死的时候 他锁住了 然后你以为 罗马的人走不掉的时候 罗马的人走不掉的时候 他居然走掉了 这一波荡128 想要很低 有日盐扛卡了 一血应该有了 对 但是看一下是谁的卡扎丁 想拿 等下一个大招吗 没有 哎呦 亚米一个心灵烈焰拍下来 他的这个三技能拍下来 心灵烈焰是卡扎马的 其实我感觉 可以考虑 给卡扎丁的 是可以让 因为那个人头 他必拿了呀 没技能可以走了 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 想分口汤 但是不小心把肉吃了 对 那也没办法 不过总归拿下一血的话 对于诺马这个任务来讲 就是好事 而且也拿到了第一条龙嘛 你往后去拖也有保障 还守住了第一座防御塔 虽然这个防御塔 血量现在已经巨低 还是这个日盐吧 一面只要踩上来 过来打一下 触发日盐之后 当128必被防御塔打 而且他没着急走 Ramake留人又留得很好 哎 下路也要过来进攻了 要越了 这一波给上一个双链 刘是留住了 但是击杀不了一则 刘了 没刘很多 龙女变大的形态 直接往前扑 这里想收一下 亚米亚米有点扛不住了 但是亚米的队友很多 能不能追死 还差一下 追死了 但是星斗也要交代 打了一个一换一 这一波是在同样的位置 给卡扎丁送上了 那一大口肉 是的 卡扎丁拿了一个人头 有没有机会反推这座防御塔呀 冰线不知道够不够 冰线不知道够不够 因为是没人 推掉了 有炮车就够 那这波诺瓦雪赚 是 诺瓦特别赚 经济领先了 现在 J Team前期劣势其实有点大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一定是要前期优势的 嗯 现在整体的经济一旦是被弄瓦超过的话 他们就要通过一波团拿下一波大胜才可以 嗯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又是想来针对一个残血的上塔 但是这一波三月二没月掉 有塞纳的黑雾在确实比较麻烦 对 而且后续还打的是一个一换二啊 虽然给了黑盾帮助星斗换掉了亚米 但无济于事 下路这一波阵亡也让潘挺难受的 现在整体人都比已经来到了一个1-4啊 对于J Team来讲非常的不乐观 这波伊泽是把所有技能都给扭掉了 潘老汉其实已经是完美逃生路线 但是没办法 这两个人越塔能力太强了 对 一个不怕控 一个有控制 是的 有控制有位移 那现在对于J Team来说 劣势有点大 而且他们现在要想的是 怎么把这个中塔给保住 因为接下来对面一定会冲着中塔进攻 上塔已经没了 再把中塔进攻掉的话 直接整个上半区就要沦陷了 对于J Team来说 接下来不太能够接受一波的失误 一波没打好的话 掉的东西就太多了 就补回来了 河道处 河道处也被抢了视野了 因为河蟹是红四方视野 而且这一把 其实从经济面板来看 龙女没有领向奥拉夫 这是他们最大的隐患 对吧 也给到了两边的一个装备 其实差距不大 我感觉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莫高纳甚至没有领先赛纳 大挺 挺夸张的 你知道吗 就是赛纳他不怎么吃刀的 但是他没有领先 跟着队友就吃了点肉 他是属于 就是一个吃肉的 跟一个喝汤的比 他俩的经济是一样的 对 现在浪瓦的中野啊 经济领先的很多 那这一波二先锋团 看一下两边 尤其对G-Ting来说 不能输啊 再加上满场经济最高的是卡拉丁 卡拉丁现在 你只能说 他还没有到最发力的等级 但是现在经济就拦不住了 这个先锋是谁的 猴子方 奥拉夫拿到这个先锋 并且成功突到后排 直接斩掉莫干纳 龙女虽然变大的形态 但是没有什么 继续发力的空间了 这枚四体也被解决掉 无敌四手 命中两人 但是太肉了呀 这两人应该是留不住了 但NOVA的人也很肉 再吐一口弹 但是后续没有伤害能够跟啊 而且伊泽又跳了上来 128能走吗 有反击风暴 想晕 但是晕完了之后 自己的伤害不太够 伊泽也要被换掉吗 128和伊泽 双双残血想走掉 但是Rebecca做了一个收割 念在这一波团 来去自如 而且又是一个无尽之手 留到了一个星斗 星斗这个位置 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形态 但是赶来的一个Berry 留到了一个YAMI 没有办法做后续的追击了 但这一波团只要一打输 NOVA的优势就很大了 很恐怖 现在NOVA已经八颗人头了 但是JT还是只有一颗 这局 应该是对于JT两眼 非常难打了 对 现在需要一波奇迹团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主要这一波 打得有点脱节 又没感觉到 就是本来应该是 两个人来保着龙女 进行一个前推的推土机 推土机打法 但是呢发现后排被针对了 后排被精准切割 前排突不进去 是的 新斗扑上去发现队友不在 那这样的话 火龙团也压力很大 红柱方先在动 这个火龙团还能看的吗 感觉龙女只能尝试性抢一下 有他们想看 DY是有想法的 这一波直接背 背了过去 背到一个后排 但是自己的后排 也同样被切割了 莫加达直接被秒掉了 潘也将出一个闪现 再一个嘲讽 嘲讽到了一个一则 但是一则很肉 再开一个剑阵 保住龙女往后撤 无尽四手没有留到 开一个石像鬼 肉是狠肉 但自己还是走不掉 人头的龟属 看一下是给到了赛纳 直接越打五越二 这一厅的人都走不掉了 最后一个也走不掉 被无尽四手给命中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反倒是开正面团的DY6了 9000经济 这一把 应该弄话 现在算是稳操胜券了 这一把节奏是今天最快的一局 感觉你放到 这几天的游戏当中也算是 对 也算是最快的一个节奏了 我觉得还是你要强行把宝 压在一个龙女身上打四宝 第一难度太大了 你要说这两个阵容 他接受的一个差值是多少 我感觉是大概三到五千 而且得是蓝四方领先这个钱才可以 是的 不过现在 虽然说 我们版面上面是差9000块 其实已经上万了 能够感觉到现在难度大 真的很大 因为你要想all in前排 你发现对面前排 啥技能都有 肉很肉 然后也有反击崩爆 然后想把后排后排根本保不住 回归来讲的话 就是BP方面 NOVA做得更好一些 因为他们把后面能够发力的英雄圈给搬掉了 以至于最后选出来一个莫甘娜之后 让这个阵容 就是充满了一个 伤害不足的 这个问题 对 龙女虽然已经是他们经济里面最好的了 但是你放到红色方去看的话 其实她是莫为的一个经济 这对位差太多了 对位差太多了 对面最穷的人跟你家最富的人是一样的 是 接受不了 这一局真的内部贫富差距过大 阿龙三件套了 他这个三件套做的能力太强了 而且这一把我们前面一直在说 真心这个阵容 AB伤害太多了 这振奋的收益就很高 现在已经马上到大龙时间了 还有两秒 防御塔也是一座没拿 JT的防守压力很大 而且他们这一把 有一个东西没有打出来 是在于他们的编带 就本来有剩的阵容 你的编带是牵制效果会更好 但这把没有出现 而且没有压卡特丁啊 卡特丁现在13级了 对 三件套戴帽子 接完比赛了呀 接完比赛了 就现在念可以打得肆无忌惮一点 真的挺肆无忌惮的 过来直接找你最肥的星斗 场戒把兵清掉 想保塔 但问题是你保得了这一波 下一波就保不了了呀 保得了一时 保不了一世呀 保得了 就是他们现在可能 想再保个五分钟都很困难 狗头带一下单日路兵线 那么这个大龙怎么说呢 旁边是有一个视野的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 视野发现了 NOVA众人往龙坑里面走 这或许就是JT的最后一波机会 但是NOVA直接不打了 停了停了 停了呀 那这样的话直接选择强开 开进去 有剩的一个大招 DY很肉 但是反手再给一个三大的一个大 后续伤害没有人能来跟 所以直接倒了 而且是一个撕撒而逃的一个趋势 NOVA这里所有人都往前追 坦老汉一斧则被批掉了 后排还剩两个人 催苦拉秀 催苦拉秀 最后一个交超锋往前走 走不掉啊 卡丁直接拿下三杀 成功超神 现在已经来到九克人头 九杠零杠七 现在场面上一万五的一个经济 在念拿到TripleQ的情况 有没有机会直接选择一波 那这个确实是要一波了 因为现在的复活时间 最快的是色体还有十秒 剩下的人基本上都是二十秒左右 对 直接带着兵线 往前发起冲锋 这一局应该有望 在十五分钟之内结束了 扛着小心他 直接开筛 有点扛不住 但是没关系 队友直接拆掉水晶 我们恭喜NOAH NOAH连下两成 把自己的胜利锁定在了两分 那接下来他再赢一场 就能够拿到明天的入场圈 没错 这一局NOAH依旧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拿一个后期的阵容 在前中期开始发力 把血球不断滚大滚强 对 而且我觉得最近今天因为连输两把了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状态需要调整一下 我觉得像这种尝试性的东西有点多 谢谢大家 好 我